本夜男子用衣服把頭跟臉包緊緊 鑽進鐵皮冰涼攤 只見他低著身子鬼鬼祟祟 把看得見的財物全都橫掃一空 男子到處翻找 從現金到電腦電視 全部都被男子放進身上拿的這個袋子 就連香菸跟酒也不放過 店家事後清點 損失超過十七萬元 氣得跳腳 警方接獲通報發現這名竊賊 事先用到將檳榔攤的鐵皮開個小洞 再鑽進去偷竊 和之前霞區的檳榔攤大道手法相似 經過追查 總算在高雄大寮一間宮廟帶到小偷 警方表示這名小偷坦承 後來的金錢全部都拿去買毒以及享樂 絲毫沒有悔意 讓店家氣得牙癢癢 但小偷包頭包臉鬼鬼祟祟行妾 以為沒人認得出來 還好警方逮到這名竊賊 讓店家出了一口氣 也總算可以安心做生意 記者五國真實老鼓 SNG小組搞什麼